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波子 那么看到这个应该就知道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个开箱视频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自己买的 这一次呢我相当的有牌面 b站爸爸直接送了一个双11的礼物过来 一个盲盒 他这里写了一个什么化妆品小样 可是我一个数码区科技区生活区的up主 他怎么会给我送化妆品小样呢 但是现在东西已经在这里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其实这个快递前段时间就已经到了 但是由于我一直很忙 而且又在出差 所以就一直没开箱 现在我们来开箱 哇 一个粉红色的箱子 哇 这个好粉啊 好可爱啊 这个箱子 bilibili for you fashion福利路口 我也是第一次开 我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说实话挺期待的 嗯 哇 这是啥 欧伯来 时光锁抗皱紧实眼霜 只有5克 是一个小鸭 然后这个欧伯来烈日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啊 美妆博主专用首饰 欧伯来烈日清透防晒液 7毫升面部及身体用 然后 Fresh Black Tea 好不专业我这个首饰 富雷斯红茶素颜紧致面霜 下一个 这个是 欧伯来锦炎滋养粉底液 粉底液 完全不懂的东西 OK 没了 这个是 人生一串小电视地狱美食系列徽章 快乐水款 先把它装到我的身上吧 嗯 感觉还不错 那B站盲盒里面送的东西就有这四个小样 还有这个小徽章 那接下来我是要一个个试吗 欧伯来时光所抗皱紧实眼霜 这个好像是涂在眼睛上的吧 我打开看一下 味道还挺香的 我得去拿一个镜子过来 我拿到了陈老师的平时化妆用的一个镜子 我们现在来上眼霜 我刚刚问了一下陈老师 陈老师说眼霜是用手指把它点到眼睛的旁边 然后慢慢的去涂的 而不是直接这样抹 我们来试一下 先用手指点一点一点 然后把它涂到眼睛的旁边 先记住我现在眼睛是这个样子 再点一点 这边也来一点 我现在已经点了好多上去 再用手指把它涂均匀 我真的是第一次涂这种东西 好奇怪的感觉 不对啊 我好像涂的有点多啊 哇 现在我已经把它涂得很均匀了 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很凉爽 有点凉快的感觉 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你们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别看它虽然是这么小一瓶 其实我每涂一次 其实也只用了那么一点点 五克我觉得应该可以用一个月吧 第二个是这个欧伯来烈玉清透防晒液 因为脸上已经涂了东西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涂在手上吧 因为身体也可以用啊 防晒 这个防晒液的味道没有这个眼霜那么好闻 直接涂 它涂出来是这种有点像涂改叶一样的颜色白色 哇 好臭啊 这闻起来也很像涂改叶的味道 我们为什么要在身上涂涂改叶这种味道的防晒呢 要拍吗 然后这边也涂一点 真的真的 你看好像涂改叶 白色的一坨 好臭啊 我不会被厂家给拉黑吧 这个东西上面虽然写的是烈日清透防晒 但是没有那种很凉快的感觉 就反而觉得好像味道有点臭 OK 接下来我们来试这个富雷丝红茶素颜紧致面霜 等一下我得查一下面霜是个什么东西 OK 我现在在百度上查的是 涂抹面霜的时候 在面部从内向外画圈 然后涂满整个脸部指负 然后轻轻按压眉骨处 眉骨处是这里吗 动作一定要轻柔 好像看懂了 我们来试一下 看一下它拆开盒子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拧开 哇 好多啊 这又是这样的乳白色液体 应该跟那个眼霜是一样的 先把它撩一点 然后点在脸上 点点点点点点点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面霜在脸上 已经点了好多个点了 接下来我要把它涂抹均匀 刚刚是怎么说来的 直接用指腹去按摩对吧 按摩 按摩 哇 好像变好看了 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错觉还是真的有这样的作用 感觉我脸上好像磨了一层猪油 就感觉好奇怪 滑滑的好奇怪 所以这个面霜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 哇 原来这个牌子的面霜50毫升的话是要卖800块钱的 就算你在双11用了那个券 然后也要700块钱 原来这个面霜这么贵 这里介绍说 素颜紧致面霜的作用就是平滑紧致你的皮肤 然后重现年轻的风采 它能够让我的皮肤变得更年轻更紧致 所以你们觉得我的皮肤有变得更年轻更紧致吗 弹幕走一波 大家说一下 OK我们现在已经试用了前面三个B站送的礼物 然后剩下最后一个欧伯来的粉底液 粉底液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妹子应该都是买粉底液更居多一点 我居然在看一个美妆博者的视频 去学底粉底液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去怎么使用 感谢滴蛋爸爸让我开始学习化妆的东西 OK我现在看到网上的一个解释是 它就是一个覆盖在你的面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平滑的覆盖层 然后用来遮盖和演示一些面部的瑕疵 如雀斑粉刺疤痕痕痕等 然后调整皮肤的质地颜色和光的 起到一个均匀肤色的作用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这个粉底液 注意要适量一定要适量 那我就取一点点好不好 取一点点 哇好错啊 又是涂改叶的味道 我先取一点点然后涂到我的手上 一点点然后抹到我的手上 好白啊 我肤色一下子就变白了很多 是这样用的吗 好像不是这样子吧 我去问一下陈老师 哎我又回来了 刚刚陈老师那里给了我一个 给了我一个这种东西 好像说叫做奶球 然后我现在要先把这个先点到手上 直接磨到脸上吧 我不敢弄那么多 我就弄一点点 4点 我现在已经在四个方向都已经点了几点 你们现在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等一下看一下瑕疵有没有被遮盖掉 好我现在用这个奶球这个 我很好啊 感觉就好像本来我的镜子里看到的是 索尼拍出来的我 然后现在看起来就好像是佳能拍出来的我 皮肤立马就变红润了 好像涂的不是很够 要不再来一点弹幕告诉我 来吧直接来 哇这真的是我第一次自己化妆 其实呢我有一个做国际化妆师的姐姐 但是拍这个视频之前 我居然忘了她怎么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我一直以为是一些什么玩具啊 玩偶之类的手办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凭借我之前对化妆师的上妆的步骤 还有她的手法 我就只能这样去尝试了 现在再把它涂抹均匀 好舒服啊 这个叫奶球的东西 而且刚刚是已经湿过水了 所以她非常的软 哇我感觉我白了好多啊 继续涂抹均匀 好像我涂的还是不够均匀 怎么样我现在又涂了三分钟 我感觉涂的已经算是蛮均匀了 从镜子上看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不仅年轻了 而且还白了很多 立马就小鲜肉了 对不对 OK那你们现在可以认真的看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变白了 然后变年轻了 然后粉底液是不是真的可以折盖掉我的一些瑕疵 这边是我刚刚的画面 这边是我现在的画面 你们看一下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粉底液的效果怎么样 五分满分你们打个分好不好 如果我自己打分的话 我会给四分吧 因为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真的是白了很多 那么今天的这个B站盲盒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B站爸爸送的礼物 让我第一次自己去尝试化妆 然后还用了这个小棉球 他现在好像是变黄了 没刚刚那么粉嫩的 OK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生活区科技区数码区的阿祖波子 我的频道主要更新的是我自己的个人Vlog 还有跟Vlog相关的教学视频 还有各种数码评测视频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那就多多关注我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